新冠疫情不断的延烧 本土确诊案例在2号更是暴增到160例 再创新高 而其中花蓮也传出5例确诊 2号一早 花蓮市清洁队也派源到确诊者的足迹处 进行了消除的作业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慰绕清洁队员的辛劳 也提醒花蓮的各行各业 务必要提高防疫的规格 新冠疫情不断延烧 本土确诊案例在今天更是暴增到160例 再创新高 而其中花蓮也传出5例确诊 2号一早8点左右 花蓮市清洁队已经分别在美轮地区 花蓮市区及后站一带执行清销工作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前往中山路与中华路口 关切执行状况 除了慰绕队员的辛劳 也提醒队员要做好防护工作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民众还是要提高自身防疫的一个规格 那预防性的来做相关的防疫工作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状况 其实还是非常不明朗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做 不论是各行各业的 都能够把自身的防疫规格提高之外 也能够减少出入公众场合 那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那我们现在也是持续的来做配合我们花蓮县政府 来做相关的清销工作 希望能够把所有该做的工作做到位之外 也期盼民众能够共同一起来做全民防疫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这次针对19条路线进行清销 总共派出两车10人 虽然是清明廉价 但清洁队下周一二仍然会照常清运垃圾 并会因应疫情随时待命整备 记者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